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你可知道,裴周是什么身份?你与他这三年,充其量是他养伤时的调剂罢了,白昭露带着一堆蒲丛浩浩荡荡地来时,我刚出摊不久,他们将我的摊子围堵起来,把客人赶得一个都不剩。 街坊邻居好奇地凑过来,看热闹不嫌事大,还问我,小贵啊,这位姑娘是白昭露眼珠子一转,用令所有人都可闻的声音说道,我夫君这三年,还真是多亏你宽衣解带地照顾了,在场的一个个恍然大悟,原来是正房夫人来兴师问罪了。 若是寻常女子,早就羞红了脸,人群中不乏业余幸灾乐祸者,比如很早之前求娶过我的张图护。 他高声道,还装清高不愿意嫁给我,没想到是想攀高枝,现在成了被人玩腻了的破鞋。 真是活该,有人附和,好好一个姑娘家,真是不知羞,我要是她,早就一头撞死了,就是,她应该被禁猪笼,死地偏远,未受到战事波及,但也导致信息闭塞,民风不开化,对女子甚是严苛。 白昭露一番话将我贬作了和裴周无眉苟合的外事,可我和裴周其实是败过天地的,只是她没户籍,没办法去官府报备。 我淡定道,白姑娘,无论裴周将我是做夫人,还是调剂,我都不在乎,说着。 我抚摸上已微微隆起的肚子,白昭露顺着我的动作看过来,脸色一变,你怀孕了。 区区卖饼女,也佩戴下大旗黄寺,她身后的一群仆丛凶神恶煞,文言纷纷亮出棍棒,向我袭来,危急时刻,我仍然淡定地站在原地。 一眨眼的功夫,袭击我的人都被弹了出去,不是被暗器所伤,就是被莫名其妙地甩了出去。 白昭露惊惧不已,她竟留了这么厉害的暗卫给你。 你别太得意,我不信我杀了你,她还能治我的罪不成,说着,她就朝我扑过来,当真这么讨厌我。 我叹了口气,轻松地躲开她的动作,劝道,就算暗卫不敢拦你,你在这里对我所做的,也都会传到裴周的耳中,白昭露的脸色顿时变得难堪,动作迟疑。 你与裴周还未成婚,就给她留下善度恶毒的印象,就不怕她毁婚吗? 她的眸光一致,你怎么知道我和裴周还未成婚? 我道,裴周和我提过一嘴,她犹豫许久,终于不甘不愿地收回了手,但还不忘警告我。 我与裴周青梅竹马,即便现在还未成婚,我也一定会是她唯一的妻子,你休要痴心妄想。 在她转身离开时,我不急不缓地开口,一个有未婚妻还能与别的女子换好的男人。 一个能做出抛妻弃子之事的男人,当真值得你这么喜欢,他的脚步停了一瞬。 她不知道,其实裴周一走了之,什么也不曾留下,根本不存在什么暗卫,她也从未和我提过自己的身份,更不可能告诉我她还有个未婚妻。 在她的眼里,她是高高在上的大旗皇子,而我不过是个毫无背景的孤女,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谈和爱情和尊重。 十年前,两江之地,但台广不满自己出生贫困,揭竿而起,发动叹乱,陛下派出大使,求和昭安,以铁帽异姓王佑之。 重安四十一年,但台广接下昭安诏书,从此任平江王,遣散三十万农民将士,天元小镇的茶楼中,说书人正称颂着重安皇帝人心人德,为天下百姓平安,愿任但台反贼做哥哥的大义。 正是那时,我来到了这里养伤,一年后,我的伤势建狱,某个寻常出贪的清晨,我捡到了陪州。 她奄奄一息,靠在墙角,祈求我救救她。 我正有一堆未用完的灵丹妙药,全用在了她的身上。 她昏迷七日后醒来,第一眼就瞧见了正在揉面团的我。 她那双狭长锋利的眸子中闪过一丝戒备,再再三确认自己无恙,而我只是个卖烧饼的平民女子后,才逐渐放下戒心。 多谢谭姑娘收留,我身无常物,无以为报。 许是为了养精蓄锐,许是不舍得我祖传的好药,她没有立刻走,说要做厂工报恩。 我不缺厂工,想都不想便拒绝了。 她苦笑一声,那我该如何回报姑娘你? 你缺什么?若真说缺什么?那我缺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摇了摇头,你给不了我,她若有所思,最后还是厚着脸皮留了下来。 然后便是在这中灵玉秀之地,与我日久生情,同床共枕,从恩爱两步移到曲终人散。 不久后,白昭露又找来了,她开门见山道,我要你打掉这孩子,她比上次理智了许多,裴周的长子必定得由我所出,况且你孤身一个女子,又如何养育她? 我淡淡问道,裴周回去近半年了,可有提起我,她愣了愣,回道,未曾听说,我是自己寻到你的,你想说什么?我想说,她从未想过要认我这个妻子,认我腹中的孩子,你担心什么? 我既然选择生下她,那就是我自己的责任了,不劳白姑娘费心,白昭露一夜,似乎是被我的发言惊到了,你这女人,不等她反应,我继续寻寻善诱道,你屡次来找我,你觉得她会一无所知,但她放任你来了,她想抛弃我这个糟糠妻兼救命恩人,但又不想自己担这恶名。 于是,让你做了她手里的剑,白姑娘,你好好想想,是谁透露给你她受伤那段时间的行踪的? 你又是从哪里知道,她在这穷乡僻壤,还有一个妻子的,重安皇帝昏庸,皇室乌烟瘴,皇子,皇女众多,裴周不过是其中之一,她舍不得白昭露这样高贵的妻子,同时还要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名声。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白昭露处理掉我,白昭露善度,她还愿意接纳她,你瞧,多好的男子啊。 白昭露彻底呆住了,她猝起眉,惊疑不定地瞪着我,就在这时,一道奇长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小院。 她末发如铺,容貌俊美,举手投足,都是寻常百姓不可相比的贵气。 裴周终于出现了,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嘴上却是对白昭露道,昭露,不要胡闹,她用眼神安慰我,语气又是温和中带着无奈的宠溺。 她可真是个端水高手,看来你同白姑娘有话要说,我的脸色分毫未变,转身就回到屋内,将门关了起来,给她们留足了不被打扰的空间。 关起窗户时,我瞧见裴周的手落在了白昭露的小脑袋上。 男子高大威严,女子娇俏可爱,如此登对,虽早就预料,但还是不免心口一疼,又酸又涩。 曾几何时,她也是这么待我的。 我不善下厨,每每将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后悔懊恼时,她就会摸摸我的脑袋说, 你呀,莫要进来了,还是我来吧,日复一日,她的温柔渐渐令我沉沦,可如今才知道,她的温柔不止于我一人。 温柔的背后更是凉薄无情。 过了许久,我的房门被敲响,中断了我的回忆。 不用想,也知道是谁。 你走吧,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屋外人的语气依旧平和。 棍儿,你真的不同我见一面吗? 我犹豫片刻,还是走过去打开了门。 半年未见,她没有一丝变化,就好像我们的相拥而眠还在昨日一般。 可一切都已经变了。 陪周走进来,打亮了一圈四周,点点头道,棍儿收拾得真好,能遇到棍儿这样的贤妻,是我陪周的一大姓氏,我为应声。 她的眉眼微垂,想来你已经知晓我的身份了,她过来牵起我的手。 我一把甩开,她面色不变,依然从容。 棍儿,不要闹脾气了,赵鹿还是个孩子,你同她闹什么? 我不是在同她闹,我抬眼看向陪周,也不是在和你闹,是我们已经结束了。 皇子殿下,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她冷了脸,谈棍儿,你当真舍得。 你是我的妻子,难不成我还能做皇子妃,我反问道。 她抿了抿唇,我没办法给你这个位置,但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我可以带你回京,我们还和以前一样,白姑娘同意了。 代价是什么?她沉默片刻,脸没到,只要你打掉这个孩子,孩子,以后还会有的,果然如此。 三宅枕边人,我怎么能不了解她? 她这么多日不出面,就是在等白昭鹿发泄完。 彼时,白昭鹿心虚愧疚,我又凄惨无助,正是她登场的好时机。 可偏偏,我清醒得很,打乱了她的计划。 其实,我刚刚听到了院中的谈话。 裴周对白昭鹿说,我是她的救命恩人,我孤身一人,年纪又大,嫁不出去,她是为了偿还我的恩情,才和我在一起的。 她说,我不过是个平头百姓,如何能和他们相提并论,我永远不会威胁到她的地位。 她对着她眉目寒情, 昭鹿,我知晓你一向是最懂我的,白朝露像被灌了迷魂钥似的,点头答应了。 茶楼里的说书人,在称颂重安皇帝之余,开始讲我的闲事。 他道,我一心爱上了流落民间的富贵郎君,要他抛弃家中妻子,娶我过门。 街坊邻居对我指着点点,孩童往我的摊子上扔石子儿。 他们欢笑着大喊婊子爱财,夺人夫君,妻子爱上有家郎,不做妾来要做正访。 舆论战,裴周倒把他爹的这本事学了个时辰时,烧饼一个都卖不出去了。 他是不是有病,屋檐上突然响起愤愤不平的声音。 我懒得搭理,他自顾自地骂了裴周半个时辰,骂累了方才跳下来找茶吃。 师傅,你这是什么眼光啊? 亭峰猛灌了几口茶水,甩了甩渣的松松垮垮的卷毛,一双大眼睛充满质疑地看向我。 他和裴周一样,也是我捡的,捡来以后就成了我的小尾巴,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我和裴周相好后,他就常常跑出去或者躲到房梁上,不见人影。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 裴周对我是有过爱情的,甚至现在也还有。 他在我的身边时是放松的,因为我和他的地位太悬殊了。 从一开始,他就是用高高在上的眼神俯视我的,他的温柔更多的是施舍的宽容。 可白昭露不一样,他身后有白家,所以需要他多费一点心思,并且为此牺牲掉我。 我与他,就是龙中雀,他决定着我们的关系,决定着我的生死去留。 去他,小烧饼的,停风刚想说脏话,贴见我后,又生生地咽了回去。 我本想一别两宽,但他这么对我,不让他付出点代价,未免也太便宜他了。 陪周亮了我一个月,再来寻我时,我以人去楼空。 我坐在白家的厅堂里,抿了口茶。 好久不见,白将军,白妃还未说话,他的小女儿白昭露已冲了进来。 爹,他怎么在这里,白妃正要将他赶下去,被我拦住,留下也无妨,白妃犹豫了片刻,到底还是放任白昭露留下了。 我无视了白昭露瞪着我的眼神,对白妃道,白将军可还记得我,白妃单膝跪地行大礼,老朽不敢望平江郡主的恩德,白昭露姓谋原邓,屁股一划,跌坐在地。 昔年,谭台广势如破竹,眼看就要过江,重安皇帝早无可用之才,竟让已于七十之灵的白妃再次披挂上阵。 非我一个人的功劳,亦付起义之前,就听闻白将军之名,上阵前,他也几番叮嘱我,务必不可伤您性命,平江亡人厚,是啊,他就是太人厚了。 寒暄过后,我便在白将军府住下了,其间,白昭露几次在我的院门口鬼鬼祟祟,探头探脑。 一日,我喊了他的名字,他猛地一将,在原地不知想了些什么,一脸大意凛然地走了过来。 我还未开口,他就滔滔不觉道,弹棍,好你个弹棍,没想到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夜叉弹台贵。 你别得意,我爹虽然还尊称你一生郡主,可你其实早就被那反贼抛弃了吧,你根本比不上你的一兄蛋台环。 你修要在我们白家耀武扬威,我笑着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你肚子里的孩子,裴周是不可能认的,我劝你早点处理掉。 少受些罪,他似是抓住了我的小辫子,小心我把你的真实身份说出去。 我笑道,白姑娘,你信不信我,一旦表明身份,裴周马上就会承认我的这个孩子,还要去皇帝面前改为求娶我做皇子妃,白昭露暴怒,手指直往我的脸上对。 你胡说什么?裴周不是这样的人。 你在胡说,我撕烂你的嘴,他若不是这样的人。 你说,我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来的,我戏穴道,难不成还是我强的他? 白昭露的脸色五彩分成,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一跺脚跑了。 亭峰从树上跳下来,师父,世上怎么有这么蠢的女人? 不是的,他只是活得太轻松,太美好了。 白大将军老来的女,他上头都是哥哥,从小就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不像我,从小跟着义父,一兄讨生活,鸡一顿又鸡一顿。 而他的未婚夫虽是皇子,但也要仰仗白家,因此对他温柔有礼。 即便某一日,他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第一反应也是麻痹自己,而不是直面真相。 等等吧,他很快就变聪明了,那一天,来得很快。 我一早推开门,就看到了坐在我院中的白昭露。 他的眼下发青,似乎没怎么睡,发烧,还有露水,不知坐了多久了。 他瞧见我,瞪了我一眼,嗓音有些嘶哑。 我这样,你满意了,我好笑地给他围上披风。 劝妓子从良,是男人的喜好。 劝女子清醒,是我的小爱好。 裴周敢赴我,我要报复他,你帮我,他拉住我的衣袖。 一双小鹿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眼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爱之,恨之。 好啊,树上的亭风,看得直摇头。 雕梁画动,仙音渺渺,往来侍女手中,皆是山珍海味。 半座侍女的亭风,吃得腮帮子鼓鼓的。 义父得势之后,日子比从前好了很多,我原以为已算是富贵, 到了这大骑京城一见,才知是小屋见大屋了。 就拿那道叫掌中饱的菜来说, 竟只取鸡两爪中的一小块鲸肉烹调,剩余部分都被随手丢弃。 我坐在角落里吃得仔细,无视了白昭露频频投来的眼神。 侍女传话来,我家小姐说,这种宴席她一天能带您参加三个, 让您少吃点,别忘了正事,急什么,正主都不在。 咽过三巡,几位皇子姗姗来迟,陪周赫然在列。 陪周走到白昭露的身旁,众人的恭贺,也余声不绝。 皇兄怎么还不急着让父皇定下好日子? 七皇子裴纯道,可别一心扑在公事上,把我的未来皇嫂冷落了。 陪周笑道,近日确实忙了些,幸有七弟记性好,替我记住了, 那乡两人唇枪舌剑,明争暗斗,这乡人正赞陪周是不可多得的好夫君。 听说陪周府里连个通房,嗜切都不曾有,白昭露真是好福气, 陪周母妃张氏出生低微,她靠与白昭露的婚约和苦心经营的好名声, 才在重安皇帝面前排上了号。 白昭露是个藏不住式的,现在在陪周旁边,整个人如临大敌,竖起道次。 我看得好笑,却不想陪周此刻瞧见了我。 陪周的眼神惊怒,恨不得立刻把我抓在手里。 她在偏远之地耽搁多日未找到我,没想到我早就到了京城。 陪周以眼神警告威胁我,我置之不理,转身就走。 不久,身后脚步声匆匆,陪周追来了, 不知她用了什么理由从刚刚的场合脱身。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怎么在这里? 她施了以往的平和从容。 谈棍,不要搞什么小动作,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冷笑一声,并未开口。 她继续道,跟着我,不会亏待你的,别闹了。 何必计较那些名分,只要你我夫妻二人继续在一起, 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夫妻。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把逼凉为娼,贬妻为妾,说得这么好听。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她的眼神发冷,我都是为了你好, 她还想再拉我,却见白昭露和旁人一起追了过来,只能作罢。 我甩了裴舟,为走出多远,就见到了想见的人,裴纯。 她鼓着掌从假山背后走出,看来我还有一位嫂嫂, 有本事让皇兄不惜金屋藏娇,他一袭按金长袍, 长着一张与裴舟五六分相的脸,俊美中更带风利和朝气。 难破之局,不妨加入新的势力。 这还是淡台环教我的。 裴纯没有给她哥哥留一丝情面。 很快,关于裴舟的风言风语就传遍了京城。 据闻,裴舟的母妃张平气得晕了过去。 裴舟的君子口碑一夜反转, 当然也有很多男子为裴舟抱不平,恩义男两全。 那女子救了她,她能有什么办法? 可最让高门世家诟病的,不是她与一脉禀女私定终身, 而是正房妻子未过门,她就可能要有数长子了。 白家始终未表态,白朝路耐不住,屡次催我, 到底啥时候,我才能解除婚约呀? 裴舟几次登门求见白妃,都被拒之门外。 差不多了,我抿了口茶。 可以解除婚约了,白朝路惊喜道。 不,可以见裴舟了,终于。 在裴舟又一次被厚礼求见时,白妃允了。 我俯着肚子,让白朝路搀扶着我从厅堂后走了出来。 裴舟经得失了言语。 白朝路忍着恶心,发挥毕生眼计道, 我想开了,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 反正这孩子以后也会叫我一生娘。 裴舟虽不知白朝路这般任性的千金小姐怎么想开的, 但眼前这样对她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裴舟做喜极而泣的样子, 含情默默地看着白朝路, 委屈你了, 朝路,我必不会负你, 皆大欢喜。 走时,裴舟提出将我带走, 白朝路还未过门就要照顾丈夫的女人, 到底说不过去。 我连忙运途起来, 白朝路的侍女很是机灵, 谭姑娘近日不宜舟车劳顿, 不如等她好一些, 殿下再来接她, 裴舟只得作罢。 她离开时, 我和白朝路在白府门口相邪送别她, 又被许多人看在了眼里。 次日, 白朝路带着我去踏青, 听取, 哪里人多就往哪里钻, 将自己大度贤惠的样子扮演得淋漓尽致。 裴舟又一次成了话题中心, 有人不吃她, 有人咽陷她, 到底是皇子和我们平民百姓不一样, 要是我这么干, 早被我家婆娘揍了, 本以为这三皇子是个痴情种, 没想到竟连孩子都有了, 总之, 他的好名声彻底没了。 裴舟送来的信上说, 裴舟被崇安皇帝喊去骂了一通, 丢了差事。 裴舟很快就派了人来接我, 行了不远, 我就知这不是去裴舟府邸的路, 几人粗暴地把我拉下马车, 一个看着养尊处优的女人掐住我的下巴, 你这贱人, 胆子倒是大,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敢算计周儿, 她尖锐的指甲, 直直地戳在我的脸上。 你还想凭肚子里这个母瓶子贵? 真是一响天开, 张平, 她笑道, 倒算有几分眼力, 能做个明白鬼, 我握住她的手, 她愣了愣, 却发现怎么也甩不开我的手, 眼中顿时闪过亚异。 我本想折断她的手, 但略意思索, 还是泄了力道, 任由她们将我推倒在地, 拳打脚踢。 我护着肚子, 艰难道, 多少双眼睛看着我上了陪周的马车, 我若消失了, 娘娘不怕旁人怀疑陪周吗? 张平冷笑道, 用不着你操心, 我儿如今的名声还怕什么, 都是拜你所赐。 不过是个贱人, 我今天就是把你打死在这儿, 我就不信还有人能为你找我的麻烦。 我道, 白姑娘虽不会为了我找娘娘的麻烦, 但肯定也是不敢嫁给陪周了, 张平迟疑了。 我继续道, 左右白姑娘已经忍下了我, 娘娘何必再多声事端, 我肚子里的也是您的孙儿啊。 半晌后, 她挥手让人退下, 重新审视起我, 难怪周儿对你魂牵梦营, 果然聪明。 但往后, 还请你收起那点小聪明, 别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招, 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笑着硬食。 张平走后, 亭峰从暗处走了出来, 她的眼神复杂, 师傅, 你到底在谋划什么? 报复渣男啊, 我理所当然到。 她瞧着我的伤口, 音量拔高, 报复渣男何至于此? 您一见结果了她就好, 我摸了摸她, 顶着一头卷毛的小脑袋, 既然猜到了, 又何必再问? 聪明人不要问得不到答案, 或者已经知道了答案的问题, 张平把我送回了裴舟府邸, 裴舟晾了我几日后, 与我一同用膳, 吃第一口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这是她亲手做的, 打一棒子, 给磕甜枣, 她妈唱白脸, 她唱红脸, 棍儿, 你能重新接纳我, 我很高兴, 我懒洋洋道, 左右逃不掉, 你还是我孩子的父亲, 我能怎么办呢? 这个理由打消了她大半的疑虑。 我开始给裴纯传递消息, 让裴舟在崇安皇帝面前几次施力, 张平三天两头派人来敲打我, 我表现得越发乖顺, 裴舟很是满意, 暂时没有怀疑到我的头上, 一日我在给他磨磨时, 他道。 父皇宣了平江王世子进京, 我不动声色道, 陛下是想扣押人质, 裴舟摇了摇头, 平江王没有亲生儿女, 膝下只有一个杨子和一个杨女, 杨子担台环不善其设, 文若纯良, 杨女担台贵, 反而骁勇善战, 可惜据说他重伤不治, 已经身亡。 但台环不足为惧, 父皇是想为他与公主赐婚, 结一桩姻缘, 不足为惧。 我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我和谭台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们都是被但台广捡到的。 那时但台广自己都吃不饱饭, 但看到我和但台环 沿街乞讨, 还被人打骂后, 想都没想, 就收养了我们。 最穷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分一碗 没几粒米的粥, 但台环问, 皇帝也是吃这个的吗? 但台广哑然失笑, 告诉他皇帝是吃肉的, 很多很多肉。 我听得流下了口水, 我要吃肉。 好多好多肉, 那时候, 但台环就偷偷告诉我, 他想让但台广当皇帝, 想让我们吃肉。 到后来, 他被人打断腿, 被官兵欺辱, 逼得但台广不得不反。 很难说, 他不是故意的。 但台环静经那日, 台场宏大。 我站在沿街店铺的二楼, 瞧着那张熟悉的脸。 他面如官玉, 不识倾壳, 玉斑纸白银透亮, 比起个足智多谋的军师, 更像个雷弱的富贵公子。 给但台环举办的接风宴, 也很盛大。 宫里还指明让我也出席, 以此显示大起子嗣泼风, 暗暗嘲讽平江王没有自己的孩子。 我被喜树打扮了一番, 跟着裴周去了宫宴。 刚到场, 白昭露就对我挤眉弄眼, 可惜我实在瞧不懂他想表达什么。 于是回了他一个微笑, 他的脸一红, 撇过了头。 这是我第一次见崇安皇帝。 他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眼下清黑, 面色暗沉, 脚步虚浮, 几句话任由静晨牵着鼻子走而不知。 吃着吃着, 崇安皇帝夸起了自己的几个女儿。 澹台环拳当听不懂, 笑着等他说下去。 场面分外尴尬, 我吃得高兴, 无视了蛋台环屡次次来的眼神。 终于, 他使出了绝学, 咳嗽。 咳声一阵盖过一阵, 他看向我的眼神也越发狠利。 我哀叹一口气, 吃下早就准备好的药, 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酝酿顺着我的脖梗滑下, 我猛地扔下酒杯, 摔倒在地, 哀嚎不断。 有毒, 肚子, 肚子好痛。 我的孩子, 催产药的效果很快就真的上来了。 场面混乱不堪, 陪周连忙冲过来要抱起我, 被我使出最后一股劲推开。 我瞪向弹台环, 他正好整以侠地打量着我, 分明是在报复我刚刚的行动不及时。 好在他还有点良心, 知道我撑不久。 他大喊道, 都不许碰他, 众人蒙圈。 怪儿, 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 他的亲信一拥而上, 将陪周挤到一旁, 把我保护起来, 保护郡主。 有人下毒, 大夫呢, 陪周惊讶地忘记了躲闪, 被推了个猎切。 重安皇帝这才如梦初行, 喊来太医, 但台环随行, 自然也带了大夫, 还是神医。 我在鬼门关徘徊了一天一夜, 血水一盆接着一盆被端出去。 期间, 我无数次后悔参与这个的计划, 可我又清醒地知道, 这个计划是完美的, 除了可能牺牲掉我。 但台环一直站在我的门外, 一步未曾离开。 鸡鸣之时, 孩子终于出来了。 但台环沉痛地宣布, 是一个死胎, 我抱着我的亲亲女儿, 安心睡去。 再次醒来, 但台环坐在我的床边, 拿着药碗, 一勺一勺地为我喝下。 你好好休养, 我已派人把消息传了回去, 我明知故问, 什么消息, 她瞪了我一眼, 瞧见我的脸还白着, 才耐着性子柔声道, 她的好女儿 被大齐皇子养作侍妾并囚禁, 又在宫中被人下毒害了孩子。 够吗? 够令她决心出兵? 令她师出有名了吗? 够但台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脑袋, 够了, 我的好妹妹做得很好。 有了但台环的肯定, 我这才放心地闭上眼睛, 重新睡去。 是的, 自从知道裴周的身份, 我就和弹台环制定了这个计划。 三年前, 我与义父弹台广政见不合, 他要接下朝廷的招案, 我不同意, 大吵一架后, 我拖着伤众之躯离家出走, 只有停封跟在我的身边。 但我和谭台环的书信从未断过, 他也不同意弹台广的做法, 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阴差阳错之下, 我和裴周相遇相爱。 而在他背弃我之时, 这个局就开始了, 以身作局, 撼动这个天下。 我的身体很快就养好了, 裴周派人递了消息, 约我私下会面。 虽不知他打的什么注意, 但我硬了。 他深情道, 棍儿, 你竟是郡主,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我们之间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阻碍。 我会和父皇求娶你, 给你一个名分, 做我堂堂正正的皇子妃, 我挑了挑眉, 你觉得我稀罕吗? 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神色微僵, 自然是听懂了我的意思。 重安皇帝有的是儿子, 而我, 平江郡主, 只有一个。 棍儿, 我是真的把你当妻子, 为什么不给我们彼此一个相守的机会? 他道, 我会退了和白家的婚约, 我一直把白昭露当作妹妹,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点点头, 好啊。 那你就来当我的男宠吧, 名分什么的不重要, 只要我们夫妻二人一直在一起, 他脸上难堪, 一言不发。 我轻痴一声, 正要离开, 他突然语出惊人, 你该不会早就尾身于谭台环了吧? 毕竟你们朝夕相处, 还没有血缘关系, 我哑然失笑, 谭台环确实不是我的亲哥哥, 庆幸谭台环不在, 不然他肯定要撕烂裴周的嘴。 不想, 那日之后, 京城里有了我和谭台环的谣言, 说我是谭台环的童养席, 早就和他睡到了一起, 什么都做过了。 怎么, 求取我不成, 开始造黄瑶了? 我再怎么着, 都不会和谭台环有一腿的。 但台环听闻后, 笑得很温柔。 他道, 这事是你吃亏, 我连连点头, 那就多补偿补偿我, 崇安四十四年, 平江王在起义, 大齐鸡戎难消, 屡战屡败。 崇安皇帝派人来抓我和谭台环时, 我们已在白飞的护送下离京。 他将白昭露托付给我, 道, 大齐国座江灭, 上层奢靡无度, 民不聊生, 这些年不过是苟延残喘, 但白家世代守护大齐, 老朽会与大齐共存亡, 滚滚江河, 芦苇花上, 雄兵铁骑踏浪来。 我一身戎装, 千里奔走。 王朝更迭, 江山一主, 不过顺兮。 大齐的繁华终将落幕。 崇安四十八年, 大齐国库彻底空缺, 民怨沸腾之下, 京城大门大开, 迎平将军入京。 崇安皇帝大害, 携妃子和几位皇子 仓皇出逃行宫。 平江郡主但台贵青庄上阵, 率领五十人青旗, 结一千皇宫侍卫。 崇安皇帝跪下求饶, 将其三子裴周推至马前。 我骑在马上, 欣赏着这出闹剧。 停封江玉悄悄溜走的张廷压来。 新年贵妇人看到我, 吓得痛哭流涕, 不停地扇自己巴掌。 裴周看着我, 眼神复杂。 棍儿, 我知道你在怎么变, 都是我的妻子, 我如今也不求能和你长相厮守, 只希望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高抬贵手, 以往的情分, 我打断他, 我们有什么情分吗? 我想了想, 笑道, 不如这样, 我再问你一次, 你若是愿意做我的男宠, 我就放过你们, 裴周的脸上闪过屈辱。 他的眼神挣扎, 仿佛下了什么极大的决心, 惨然一笑, 若这样能让你高兴, 我愿意, 不了, 我开玩笑的, 我转头对手下道, 都杀了吧, 他所有的表情都猛然僵在脸上, 可笑至极, 区区前朝皇子, 能做我孩子的父亲, 已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分了, 还想做男宠, 想得美, 说着我一箭斩下了他的头颅, 他的表情定格在了不甘和屈辱。 重安四十九年, 但台广平定多地动乱, 入主皇宫, 三次皇位, 群臣跪拜不起, 他方接下重任, 盖国浩泽, 亦为天则万民, 普天同庆。 同年, 袁平江郡主旦台贵 备受郑国将军一职, 朝中哗然, 却因其战绩, 无人敢反对。 四年, 袁平江世子旦台桓 被授封皇太女。 朝中再次激愤, 皇太女以雷霆手段镇压, 其为郑国将军辅之。 是的, 谭台桓不是我的亲哥哥, 却是我的亲姐姐。 时局定之。 其实, 我曾问过谭台桓, 若是淡台广还是不出兵怎么办? 他看向我的肚子, 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一装作不懂, 又一年秋, 海燕和清, 百姓温饱, 贵乡满庭院。 我与白昭露, 亭丰, 还有我的女儿谭台正在廊下做世子饼。 但台桓突然造访, 大忙人怎么有空来? 我笑道, 四人饮酒当歌。 白昭露耍着酒疯, 但台正端来行酒汤, 被我制止。 没事, 今日就让他发疯吧, 到明日就好了, 今日是白飞将军的忌日。 月上烧头, 我已靠在淡台桓的怀中, 喊着姐姐。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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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吵, 淡台桓皱美。 我想吃肉, 好多好多肉。 他无奈地应声, 好, 你可知道, 裴周是什么身份? 你与他这三年, 充其量是他养伤时的调剂罢了。 白昭露带着一堆蒲丛浩浩荡荡地来时, 我刚出摊不久, 他们将我的摊子围堵起来, 把客人赶得一个都不剩。 街坊邻居好奇地凑过来, 看热闹不嫌事大, 还问我, 小贵啊, 这位姑娘是白昭露眼珠子一转, 用令所有人都渴闻的声音说道, 我夫君这三年, 还真是多亏你宽衣解贷地照顾了, 在场的一个个恍然大悟, 原来是正房夫人来兴师问罪了。 若是寻常女子, 早就羞红了脸。 人群中不乏业余幸灾乐祸者, 比如很早之前求娶过我的张图护。 她高声道, 还装清高不愿意嫁给我, 没想到是想攀高枝, 现在成了被人玩腻了的破鞋, 真是活该, 有人负贺, 好好一个姑娘家, 真是不知羞, 我要是她早就一头撞死了, 就是她应该被禁猪笼, 死地偏远, 未受到战事波及, 但也导致信息闭塞, 民风不开化, 对女子甚是严苛。 白昭露一番话将我贬做了和裴周无眉苟合的外事, 可我和裴周其实是败过天地的, 只是她没户籍, 没办法去官府报备。 我淡定道, 白姑娘, 无论裴周将我是做夫人, 还是调剂, 我都不在乎。 说着, 我抚摸上已微微隆起的肚子, 白昭露顺着我的动作看过来, 脸色一变, 你怀孕了。 区区麦饼女, 也佩戴下大旗黄四, 她身后的一群仆丛, 凶神恶煞, 文言纷纷亮出棍棒, 向我袭来, 危急时刻, 我仍然淡定地站在原地。 一眨眼的功夫, 袭击我的人都被弹了出去, 不是被暗器所伤, 就是被莫名其妙地甩了出去。 白昭露惊惧不已, 她竟留了这么厉害的暗卫给你。 你别太得意, 我不信我杀了你, 她还能治我的罪不成, 说着, 她就朝我扑过来, 当真这么讨厌我。 我叹了口气, 轻松地躲开她的动作, 劝道, 就算暗卫不敢拦你, 你在这里对我所做的, 也都会传到裴周的耳中, 白昭露的脸色, 顿时变得难堪, 动作迟疑。 你与裴周还未成婚, 就给她留下善度恶毒的印象, 就不怕她毁婚吗? 她的眸光一致, 你怎么知道我和裴周还未成婚? 我道, 裴周和我提过一嘴, 她犹豫许久, 终于不甘不愿地收回了手, 但还不忘警告我, 我与裴周青梅竹马, 即便现在还未成婚, 我也一定会是她唯一的妻子, 你休要痴心妄想。 在她转身离开时, 我不急不缓地开口, 一个有未婚妻, 还能与别的女子换好的男人。 一个能做出抛妻弃子之事的男人, 当真值得你这么喜欢, 她的脚步停了一瞬, 她不知道, 其实裴周一走了之, 什么也不曾留下, 根本不存在什么暗卫, 她也从未和我提过自己的身份, 更不可能告诉我她还有个未婚妻。 在她的眼里, 她是高高在上的大旗皇子, 而我不过是个毫无背景的孤女, 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 谈和爱情和尊重。 十年前, 两江之地, 但台广不满自己出生贫困, 揭竿而起, 发动叹乱, 陛下派出大使, 求和昭安, 以铁帽异姓王佑之。 重安四十一年, 但台广接下昭安诏书, 从此任平江王, 遣散三十万农民将士, 天园小镇的茶楼中, 说书人正称颂着 重安皇帝人心人德, 为天下百姓平安, 怨任担台反贼做哥哥的大义。 正是那时, 我来到了这里养伤。 一年后, 我的伤势建狱, 某个寻常出滩的清晨, 我捡到了培州。 他掩掩一息, 靠在墙角, 祈求我救救他。 我正有一堆未用完的灵丹妙药, 全用在了他的身上。 他昏迷七日后醒来, 第一眼就瞧见了 正在揉面团的我。 他那双狭长锋利的毛子中 闪过一丝戒备, 再再三确认自己无恙。 而我只是个卖烧饼的平民女子后, 才逐渐放下戒心。 多谢谭姑娘收留, 我身无常物, 无以为报。 许是为了养精蓄锐, 许是不舍得我祖传的好药, 他没有立刻走, 说要做厂工报恩。 我不缺厂工, 想都不想便拒绝了。 他苦笑一声, 那我该如何回报姑娘你? 你缺什么? 若真说缺什么? 那我缺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摇了摇头, 你给不了我。 他若有所思, 最后还是厚着脸皮留了下来。 然后便是在这中灵玉秀之地, 与我日久生情, 同床共枕, 从恩爱两步一道取终人散。 不久后, 白昭露又找来了。 他开门见山道, 我要你打掉这孩子, 他比上次理智了许多, 裴周的长子必定得由我所出, 况且你孤身一个女子, 又如何养育他? 我淡淡问道, 裴周回去近半年了, 可有提起我, 他愣了愣, 回道, 未曾听说, 我是自己寻到你的。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 他从未想过要认我这个妻子, 认我腹中的孩子, 你担心什么? 我既然选择生下他, 那就是我自己的责任了, 不劳白姑娘费心, 白昭露一烟, 似乎是被我的发言惊到了。 你这女人, 不等他反应, 我继续寻寻善诱道, 你屡次来找我, 你觉得他会一无所知? 但他放任你来了, 他想抛弃我这个糟糠妻, 兼救命恩人, 但又不想自己担这恶名。 于是, 让你做了他手里的剑。 白姑娘, 你好好想想, 是谁透露给你他受伤 那段时间的行踪的? 你又是从哪里知道 他在这穷乡僻壤, 还有一个妻子的, 重安皇帝昏庸, 皇室乌烟瘴, 皇子, 皇女众多, 裴周不过是其中之一, 他舍不得白昭露这样高贵的妻子, 同时还要小心翼翼地 维护自己的名声。 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白昭露处理掉我。 白昭露善度, 他还愿意接纳他, 你瞧, 多好的男子啊! 白昭露彻底呆住了, 他促起眉, 惊疑不定地瞪着我, 就在这时, 一道奇长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小院。 他墨发如铺, 容貌俊美, 举手投足, 都是寻常百姓不可相比的贵气。 裴周终于出现了, 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嘴上却是对白昭露道, 昭露, 不要胡闹, 他用眼神安慰我, 语气又是温和中带着无奈的宠溺。 他可真是个端水高手。 看来你同白姑娘有话要说, 我的脸色分毫未变, 转身就回到屋内, 降门关了起来, 给他们留足了不被打扰的空间。 关起窗户时, 我瞧见裴周的手落在了白昭露的小脑袋上。 男子高大威严, 女子娇俏可爱, 如此登对。 虽早就预料, 但还是不免心口一疼, 又酸又涩。 曾几何时, 他也是这么带我的。 我不善下厨, 每每将厨房弄得乱七八糟, 后悔懊时, 他就会摸摸我的脑袋说, 你呀, 莫要进来了, 还是我来吧, 日复一日, 他的温柔渐渐令我沉沦, 可如今才知道, 他的温柔不止于我一人。 温柔的背后更是凉薄无情。 过了许久, 我的房门被敲响, 中断了我的回忆, 不用想, 也知道是谁。 你走吧,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屋外人的语气依旧平和。 棍儿, 你真的不同我见一面吗? 我犹豫片刻, 还是走过去打开了门。 半年未见, 它没有一丝变化, 就好像我们的相拥而眠 还在昨日一般, 可一切都已经变了。 陪周走进来, 打亮了一圈四周, 点点头道, 棍儿收拾得真好, 能遇到棍儿这样的贤妻, 是我陪周的一大姓氏, 我为应声。 他的眉眼微垂, 想来你已经知晓我的身份了, 他过来牵起我的手。 我一把甩开, 他面色不变, 依然从容。 棍儿, 不要闹脾气了, 朝露还是个孩子, 你同他闹什么? 我不是在同他闹, 我抬眼看像陪周, 也不是在和你闹, 是我们已经结束了, 皇子殿下,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他冷了脸, 弹棍儿, 你当真舍得。 你是我的妻子, 难不成我还能做皇子妃? 我反问道。 他抿了抿唇, 我没办法给你这个位置, 但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我可以带你回京, 我们还和以前一样, 白姑娘同意了。 代价是什么? 他沉默片刻, 脸没到, 只要你打掉这个孩子, 孩子, 以后还会有的, 果然如此。 三宅枕边人, 我怎么能不了解他? 他这么多日不出面, 就是在等白昭露发泄完。 彼时, 白昭露心虚愧疚, 我又凄惨无助, 正是他登场的好时机, 可偏偏, 我清醒得很, 打乱了他的计划。 其实, 我刚刚听到了院中的谈话, 裴周对白昭露说,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孤身一人, 年纪又大, 嫁不出去, 他是为了偿还我的恩情, 才和我在一起的。 他说, 我不过是个平头百姓, 如何能和他们相提并论, 我永远不会威胁到他的地位。 他对着他眉目寒情, 朝露, 我知晓你一向是最懂我的, 白朝露像被灌了迷魂钥似的, 点头答应了。 茶楼里的说书人, 在称颂崇安皇帝之余, 开始讲我的闲事。 他道, 我一心爱上了流落民间的富贵郎君, 要他抛弃家中妻子, 娶我过门。 街坊邻居对我指着点点, 孩童往我的摊子上扔石子, 他们欢笑着大喊婊子爱财, 夺人夫君, 妻子爱上有家郎, 不做妾来要做正访。 舆论战, 裴周倒把他爹的这本事学了个时程时, 烧饼一个都卖不出去了。 他是不是有病, 屋檐上突然响起愤愤不平的声音。 我懒得搭理, 他自顾自地骂了裴周半个时辰, 妈累了方才跳下来找茶吃。 师父, 你这是什么眼光啊? 亭风猛灌了几口茶水, 甩了甩渣的松松垮垮的卷毛, 一双大眼睛充满质疑地看向我。 他和裴周一样, 也是我捡的, 捡来以后就成了我的小尾巴, 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我和裴周相好后, 他就常常跑出去或者躲到房梁上, 不见人影。 我笑了笑, 不置可否。 裴周对我是有过爱情的, 甚至现在也还有。 他在我的身边时是放松的, 因为我和他的地位太悬殊了, 从一开始, 他就是用高高在上的眼神俯视我的, 他的温柔更多的是施舍的宽容。 可白昭露不一样, 他身后有白家, 所以需要他多费一点心思, 并且为此牺牲掉我。 我与他就是龙中雀, 他决定着我们的关系, 决定着我的生死去留, 去他,小烧饼的亭风刚想说脏话, 贴见我后又生生地咽了回去。 我本想一别两宽, 但他这么对我, 不让他付出点代价, 未免也太便宜他了。 裴周亮了我一个月, 再来寻我时, 我以人去楼空。 我坐在白家的厅堂里, 抿了口茶。 好久不见, 白将军, 白妃还未说话, 她的小女儿白昭露已冲了进来。 爹, 他怎么在这里, 白妃正要将他赶下去, 被我拦住, 留下也无妨, 白妃犹豫了片刻, 到底还是放任白昭露留下了。 我无视了白昭露瞪着我的眼神, 对白妃道, 白将军可还记得我, 白妃担心跪地行大礼, 老朽不敢望平江郡主的恩德, 白昭露性谋圆瞪, 屁股一划, 跌坐在地。 西年, 澹台广势如破竹, 眼看就要过江, 重安皇帝早无可用之才, 竟让已于七十之灵的白妃再次披挂上阵。 非我一个人的功劳, 一复起义之前就听闻白将军之名, 上阵前他也几番叮嘱我, 务必不可伤您性命, 平江亡人后, 是啊, 他就是太人后了。 寒暄过后, 我便在白将军府住下了, 其间, 白昭露几次在我的院门口鬼鬼祟祟, 探头探脑。 一日, 我喊了他的名字, 他猛地一将, 在原地不知想了些什么, 一脸大意凛然地走了过来。 我还未开口, 他就滔滔不觉道, 弹棍, 好你个弹棍, 没想到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夜叉淡台贵。 你别得意, 我爹虽然还尊称你一生郡主, 可你其实早就被那反贼抛弃了吧, 你根本比不上你的一兄淡台还。 你休要在我们白家耀武扬威, 我笑着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你肚子里的孩子, 裴周是不可能认的, 我劝你早点处理掉, 少受些罪, 他似是抓住了我的小辫子, 小心我把你的真实身份说出去。 我笑道, 白姑娘, 你信不信我, 一旦表明身份, 裴周马上就会承认我的这个孩子, 还要去皇帝面前改为求娶我做皇子妃, 白昭露暴怒, 手指直往我的脸上对, 你胡说什么。 裴周不是这样的人。 你在胡说, 我撕烂你的嘴, 他若不是这样的人, 你说我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来的, 我戏穴道, 难不成还是我强的他, 白昭露的脸色五彩分成, 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一跺脚跑了。 亭风从树上跳下来, 师父, 世上怎么有这么蠢的女人? 不是的, 她只是活得太轻松, 太美好了。 白大将军老来的女, 她上头都是哥哥, 从小就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 不像我, 从小跟着义父, 一兄讨生活, 鸡一顿又鸡一顿。 而她的未婚夫虽是皇子, 但也要仰仗白家, 因此对她温柔有礼。 即便某一日, 她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第一反应也是麻痹自己, 而不是直面真相。 等等吧, 她很快就变聪明了, 那一天, 来得很快。 我一早推开门, 就看到了坐在我院中的白昭露, 她的眼下发青, 似乎没怎么睡, 发烧还有露水, 不知坐了多久了。 她瞧见我, 瞪了我一眼, 嗓音有些嘶哑, 我这样, 你满意了, 我好笑地给她围上披风, 劝妓子从良, 是男人的喜好, 劝女子清醒, 是我的小爱好。 裴周敢赴我, 我要报复她, 你帮我, 她拉住我的衣袖, 一双小鹿眼, 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爱之, 恨之。 好啊, 树上的亭峰, 看得直摇头。 雕梁画动, 仙音渺渺, 往来侍女手中, 皆是山珍海味。 半座侍女的亭峰, 吃得腮帮子鼓鼓的。 义父得势之后, 日子比从前好了很多, 我原以为已算是富贵, 到了这大骑京城一见, 才知是小屋见大屋了。 就拿那道叫掌中宝的菜来说, 竟只取鸡两爪中的一小块鲸肉烹调, 剩余部分都被随手丢弃。 我坐在角落里吃得仔细, 无视了白昭露频频投来的眼神。 侍女传话来, 我家小姐说, 这种宴席她一天, 能带您参加三个, 让您少吃点, 别忘了正事, 急什么, 正主都不在。 宴过三巡, 几位皇子姗姗来迟, 陪周赫然在列。 陪周走到白昭露的身旁, 众人的恭贺也余生不绝, 皇兄怎么还不急着 让父皇定下好日子。 七皇子裴纯道, 可别一心扑在公事上, 把我的未来皇嫂冷落了。 陪周笑道, 近日确实忙了些, 姓有七弟记性好, 替我记住了, 那乡两人唇枪舌剑, 明争暗斗, 这乡人正赞陪周 是不可多得的好夫君。 听说陪周府里连个通房, 嗜切都不曾有, 白昭露真是好福气, 陪周母妃张氏出生低微, 她靠与白昭露的婚约 和苦心经营的好名声, 才在重安皇帝面前排上了号。 白昭露是个藏不住式的, 现在在陪周旁边, 整个人如临大敌, 竖起道次。 我看得好笑, 却不想陪周此刻瞧见了我。 陪周的眼神惊怒, 恨不得立刻把我抓在手里。 她在偏远之地 当个多日未找到我, 没想到我早就到了京城。 陪周以眼神警告威胁我, 我置之不理, 转身就走。 不久, 身后脚步声匆匆, 陪周追来了, 不知她用了什么理由 从刚刚的场合脱身。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你怎么在这里, 她失了以往的平和从容。 谈棍, 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冷笑一声, 并未开口。 她继续道, 跟着我, 不会亏待你的, 别闹了。 何必计较那些名分, 只要你我夫妻二人 继续在一起, 该给你的, 我都会给你, 夫妻。 我还是第一次 听人把逼凉为娼, 贬妻为妾, 说得这么好听。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 她的眼神发冷, 我都是为了你好, 她还想再拉我, 却见白昭露和旁人一起追了过来, 只能作罢。 我甩了裴周, 为走出多远, 就见到了想见的人, 裴纯。 她鼓着掌从假山背后走出, 看来我还有一位嫂嫂, 有本事让皇兄不惜金屋藏娇, 他一袭暗金长袍, 长着一张与裴周五六分相的脸, 俊美中更带风利和朝气。 难破之局, 不妨加入新的势力, 这还是淡台环教我的。 裴纯没有给他哥哥留一丝情面, 很快, 关于裴周的风言风语就传遍了京城。 据闻, 裴周的母妃张婷气得晕了过去。 裴周的君子口碑一夜反转, 当然也有很多男子为裴周抱不平, 恩义男两全。 那女子救了她, 她能有什么办法? 可最让高门世家诟病的, 不是她与一脉禀女私定终身, 而是正房妻子未过门, 她就可能要有数长子了。 白家始终未表态, 白朝露耐不住, 屡次催我, 到底啥时候, 我才能解除婚约呀, 裴周几次登门求见白妃, 都被拒之门外。 差不多了, 我抿了口茶, 可以解除婚约了, 白朝露惊喜道, 不, 可以见裴周了, 终于。 在裴周又一次被厚礼求见时, 白妃允了, 我俯着肚子, 让白朝露搀扶着我从厅堂后走了出来, 裴周经得失了言语, 白朝露忍着恶心, 发挥毕生演技道, 我想开了, 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 反正这孩子以后也会叫我一声羊, 裴周虽不知白朝露这般任性的千金小姐怎么想开的, 但眼前这样对她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裴周做喜极而泣的样子, 含情默默地看着白朝露, 委屈你了, 朝露, 我必不会负你, 皆大欢喜。 走时, 裴周提出将我带走, 白朝露还未过门就要照顾丈夫的女人, 到底说不过去。 我连忙运途起来, 白朝露的侍女很是机灵, 谭姑娘近日不宜周车劳顿, 不如等她好一些, 殿下再来接她, 陪周只得作罢。 她离开时, 我和白朝露在白府门口相邪送别她, 又被许多人看在了眼里。 次日, 白朝露带着我去踏青, 听曲, 哪里人多就往哪里钻, 将自己大度贤惠的样子扮演得淋漓尽致。 裴周又一次成了话题中心, 有人不吃她, 有人咽陷她。 到底是皇子和我们平民百姓不一样? 要是我这么干, 早被我家婆娘揍了, 本以为这三皇子是个痴情种, 没想到竟连孩子都有了。 总之, 她的好名声彻底没了。 裴纯送来的信上说, 裴周被重安皇帝喊去骂了一通, 丢了差事。 裴周很快就派了人来接我, 行了不远, 我就知这不是去裴周府邸的路, 几人粗暴地把我拉下马车, 一个看着养尊处优的女人掐住我的下巴, 你这贱人, 胆子倒是大,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敢算计周儿, 她尖锐的指甲直直地戳在我的脸上。 你还想平肚子里这个母瓶子贵? 真是异想天开, 张平, 她笑道, 倒算有几分眼力, 能做个明白鬼, 我握住她的手, 她愣了愣, 却发现怎么也甩不开我的手, 眼中顿时闪过亚异。 我本想折断她的手, 但略意思索, 还是泄了力道, 任由她们将我推倒在地, 拳打脚踢。 我护着肚子, 艰难道, 多少双眼睛看着我上了裴周的马车, 我若消失了, 娘娘不怕旁人怀疑裴周吗? 张平冷笑道, 用不着你操心, 我儿如今的名声还怕什么, 都是拜你所赐。 不过是个贱人, 我今天就是把你打死在这儿, 我就不信还有人能为你找我的麻烦。 我道, 白姑娘虽不会为了我找娘娘的麻烦, 但肯定也是不敢嫁给裴周了, 张平迟疑了。 我继续道, 左右白姑娘已经忍下了我, 娘娘何必再多生事端, 我肚子里的也是您的孙儿啊。 半晌后, 她挥手让人退下, 重新审视起我, 难怪周儿对你魂牵梦营, 果然聪明。 但往后, 还请你收起那点小聪明, 别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招, 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笑着硬食。 张平走后, 亭峰从暗处走了出来, 她的眼神复杂, 师父, 你到底在谋划什么, 报复渣男啊, 我理所当然到。 她瞧着我的伤口, 音量拔高, 报复渣男何至于此? 您一见结果了她就好, 我摸了摸她, 顶着一头卷毛的小脑袋, 既然猜到了, 又何必再问? 聪明人不要问得不到答案, 或者已经知道了答案的问题, 张平把我送回了裴舟府邸, 裴舟晾了我几日后, 与我一同用膳, 吃第一口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这是她亲手做的, 打一棒子, 给磕甜枣, 她妈唱白脸, 她唱红脸, 姑儿, 你能重新接纳我? 我很高兴, 我懒洋洋道, 左右逃不掉, 你还是我孩子的父亲, 我能怎么办呢? 这个理由打消了她大半的疑虑。 我开始给裴纯传递消息, 让裴舟在重安皇帝面前几次施力, 张平三天两头派人来敲打我, 我表现得越发乖顺, 裴舟很是满意, 暂时没有怀疑到我的头上。 一日, 我在给他磨磨时, 他道。 父皇宣了平江王世子进京, 我不动声色道, 陛下是想扣押人质, 裴舟摇了摇头, 平江王没有亲生儿女, 膝下只有一个杨子和一个杨女, 杨子担台环不善其设, 文若纯良, 杨女担台贵, 反而骁勇善战, 可惜据说他重伤不治, 已经身亡。 但台环不足为惧, 父皇是想为他与公主赐婚, 结一桩姻缘, 不足为惧。 我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我和谭台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们都是被但台广捡到的。 那时但台广自己都吃不饱饭, 但看到我和但台环沿街乞讨, 还被人打骂后, 想都没想就收养了我们。 最穷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分一碗没几粒米的粥, 但台环问, 皇帝也是吃这个的吗? 但台广哑然失笑, 告诉他皇帝是吃肉的, 很多很多肉。 我听得流下了口水, 我要吃肉。 好多好多肉, 那时候但台环就偷偷告诉我, 他想让但台广当皇帝, 想让我们吃肉。 到后来, 他被人打断腿, 被官兵欺辱, 逼得但台广不得不反。 很难说, 他不是故意的。 但台环静经那日, 台场宏大。 我站在沿街店铺的二楼, 瞧着那张熟悉的脸。 他面如官玉, 不识倾壳, 玉斑纸白银透亮, 比起个足智多谋的军师, 更像个雷弱的富贵公子。 给但台环举办的接风宴, 也很盛大。 宫里还指明让我也出席, 以此显示大起子嗣泼风, 暗暗嘲讽平江王 没有自己的孩子。 我被洗漱打扮了一番, 跟着陪周去了公宴。 刚到场, 白昭露就对我挤眉弄眼, 可惜我实在瞧不懂 他想表达什么, 于是回了他一个微笑, 他的脸一红, 撇过了头。 这是我第一次见重安皇帝。 他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眼下清黑, 面色暗沉, 脚步虚浮, 几句话任由静晨牵着鼻子走而不知。 吃着吃着, 重安皇帝夸起了自己的几个女儿。 谭台环拳当听不懂, 笑着等他说下去, 场面分外尴尬。 我吃得高兴, 无视了但台环屡次次来的眼神。 终于, 他使出了绝学, 咳嗽。 咳声一阵盖过一阵, 他看向我的眼神也越发狠力。 我哀叹一口气, 吃下早就准备好的药, 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酝酿顺着我的脖梗滑下, 我猛地扔下酒杯, 摔倒在地, 哀嚎不断。 有毒, 肚子, 肚子好痛。 我的孩子, 催产药的效果很快就真的上来了。 场面混乱不堪, 陪周连忙冲过来要抱起我, 被我使出最后一股劲推开。 我瞪向淡台环, 他正好整以侠地打量着我, 分明是在报复我刚刚的行动不及时。 好在他还有点良心, 知道我撑不久。 他大喊道, 都不许碰他, 众人蒙圈。 棍儿, 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 他的亲信一拥而上, 将陪周挤到一旁, 把我保护起来, 保护郡主。 有人下毒。 大夫呢, 陪周惊讶地忘记了躲闪, 被推了个猎切。 重安皇帝这才如梦初行, 喊来太医。 但台环随行, 自然也带了大夫, 还是神医。 我在鬼门关徘徊了一天一夜, 血水一盆接着一盆被端出去。 其间, 我无数次后悔参与这个的计划。 可我又清醒地知道, 这个计划是完美的, 除了可能牺牲掉我。 但台环一直站在我的门外, 一步未曾离开。 鸡鸣之时, 孩子终于出来了。 但台环沉痛地宣布, 是一个死胎, 我抱着我的亲亲女儿, 安心睡去。 再次醒来。 但台环坐在我的床边, 拿着药碗, 一勺一勺地为我喝下。 你好好休养, 我已派人把消息传了回去, 我明知故问, 什么消息, 他瞪了我一眼, 瞧见我的脸还白着, 才耐着性子柔声道, 他的好女儿 被大齐皇子养做侍妾并囚禁, 又在宫中被人下毒害了孩子。 够吗? 够令他决心出兵? 令他师出有名了吗? 够, 但台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脑袋, 够了, 我的好妹妹做得很好。 有了但台环的肯定, 我这才放心地闭上眼睛, 重新睡去。 是的, 自从知道裴周的身份, 我就和但台环制定了这个计划。 三年前, 我与义父但台广政见不合, 他要接下朝廷的招安, 我不同意, 大吵一架后, 我拖着伤众之躯离家出走, 只有停风跟在我的身边。 但我和谭台环的书信从未断过, 他也不同意但台广的做法, 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阴差阳错之下, 我和裴周相遇相爱, 而在他背弃我之时, 这个局就开始了, 以身作局, 撼动这个天下。 我的身体很快就养好了, 裴周派人递了消息, 约我私下会面。 虽不知他打的什么注意, 但我硬了。 他申请道, 棍儿, 你竟是郡主,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我们之间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阻碍。 我会和父皇求娶你, 给你一个名分, 做我堂堂正正的皇子妃, 我挑了挑眉, 你觉得我稀罕吗? 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神色微僵, 自然是听懂了我的意思。 重安皇帝有的是儿子, 而我, 平江郡主, 只有一个。 棍儿, 我是真的把你当妻子, 为什么不给我们彼此一个相守的机会? 他道, 我会退了和白家的婚约, 我一直把白昭露当作妹妹,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点点头, 好啊。 那你就来当我的男宠吧, 名分什么的不重要, 只要我们夫妻二人一直在一起, 他脸上难堪, 一言不发。 我轻痴一声, 正要离开, 他突然语出惊人, 你该不会早就尾身于谭台环了吧? 毕竟你们朝夕相处, 还没有血缘关系, 我哑然失笑, 谭台环确实不是我的亲哥哥, 庆幸谭台环不在, 不然他肯定要撕烂裴舟的嘴。 不想, 那日之后, 京城里有了我和淡台环的谣言, 说我是淡台环的童养媳, 早就和他睡到了一起, 什么都做过了。 怎么, 求娶我不成, 开始造黄瑶了? 我再怎么着, 都不会和谭台环有一腿的。 但台环听闻后, 笑得很温柔。 他道, 这事儿是你吃亏, 我连连点头, 那就多补偿补偿我。 崇安四十四年, 平江王在起义, 大旗激戎难消, 屡战屡败。 崇安皇帝派人来抓我和淡台环时, 我们已在白妃的护送下离京, 他将白昭露托付给我, 道, 大旗国座将灭, 上层奢靡无度, 民不聊生, 这些年不过是苟延残喘, 但白家世代守护大旗, 老朽会与大旗共存亡, 滚滚江河, 芦苇花上, 雄兵铁骑踏浪来。 我一身戎装, 千里奔走。 王朝更迭, 江山一主, 不过瞬息。 大旗的繁华终将落幕。 崇安四十八年, 大旗国库彻底空缺, 民怨沸腾之下, 京城大门大开, 迎廷将军入京。 崇安皇帝大害, 携妃子和几位皇子仓皇出逃行宫。 平江郡主担台贵青庄上阵, 率领五十人青旗, 结一千皇宫侍卫。 崇安皇帝跪下求饶, 将其三子裴周推至马前。 我骑在马上, 欣赏着这出闹剧。 停封江域悄悄溜走的张婷压来。 新年贵妇人看到我, 吓得痛哭流涕, 不停地扇自己巴掌。 裴周看着我, 眼神复杂。 贵, 我知道你在怎么变, 都是我的妻子, 我如今也不求能和你长相厮守, 只希望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高抬贵手, 以往的情分, 我打断她, 我们有什么情分吗? 我想了想, 笑道, 不如这样, 我再问你一次, 你若是愿意做我的男宠, 我就放过你们, 裴周的脸上闪过屈辱。 她的眼神挣扎, 仿佛下了什么极大的决心, 惨然一笑, 若这样能让你高兴, 我愿意, 不了, 我开玩笑地, 我转头对手下道, 都杀了吧, 她所有的表情, 都猛然僵在脸上, 可笑至极, 区区前朝皇子, 能做我孩子的父亲, 已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分了, 还想做男宠。 想得美, 说着我一箭斩下了她的头颅, 她的表情定格在了不甘和屈辱。 重安四十九年, 但台广平定多地动乱, 入主皇宫, 三次皇位, 群臣跪拜不起, 他方接下重任。 盖国浩泽, 亦为天则万民, 普天同庆。 同年, 原平将郡主但台贵备受镇国将军一职, 朝中哗然, 却因其战绩, 无人敢反对。 四年, 原平将世子但台环被授封皇太女。 朝中再次激愤, 皇太女以雷霆手段镇压, 其媚郑国将军辅之。 是的, 谭台环不是我的亲哥哥, 却是我的亲姐姐。 时局定之。 其实, 我曾问过谭台环, 若是弹台广还是不出兵怎么办? 他看向我的肚子, 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一装作不懂, 又一年秋, 海燕和清, 百姓温饱, 贵乡满庭院。 我与白昭露, 亭丰, 还有我的女儿谭台征, 在廊下做世子饼。 弹台环突然造访, 大忙人怎么有空来? 我笑道, 四人饮酒当歌。 白昭露耍着酒疯, 弹台征端来行酒汤, 被我制止。 没事, 今日就让他发疯吧, 到明日就好了, 今日是白飞将军的忌日。 月上烧头, 我已靠在弹台环的怀中, 喊着姐姐。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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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吵, 弹台环皱美。 我想吃肉, 好多好多肉。 她无奈地应声, 好。